回家之后 陆寒星图一片明朗 事业全面开花 影视歌多期发展 昨晚陆寒身穿粉色毛衣粉嫩登场 助阵央视大型音乐公益节目 梦想新搭档依旧颜值爆表 作为公益大使 陆寒为爱儿歌 宣唱我们的明天 陆寒在国内的综艺首秀 充满了正能量 除了现场新歌 还当场摘下自己常用的耳机 放到网上拍卖 仇德的善款将用来帮助听障儿童 叫醒他们的耳朵 梦想新搭档第二句 以叫醒耳朵一起唱为公益主题 现场也发起了爱心传唱活动 被点名的陆寒除了完成演唱之外 还点了陈柏林曾宝仪 以及自己的粉丝 将公益活动推广开来 被胭脂爆表的小鲜肉 点名曾宝仪是喜出望外 当场说来就来 并点名陆寒为自己拍摄 演唱时还不忘频频调戏陆寒 惹得现场粉丝尖叫不断 也让陆寒害羞不已 连连后退 谢谢大家 你稍微按捺一下好不好 你矜持一点点 你简直 你的表情变了个人像 不是儿歌吗 我请问一下 摄影师你刚刚有什么感觉 摄影师刚刚 没有我刚才一直在专注的拍 专业嘛 对不对 整个投入在那个情境 对对 刚刚跟社下大哥学的 是不是 对 有趣的是陆寒的漂亮 不仅老少同志 还男女同志 陈祥作为新搭档的嘉宾 目前新片《神雕侠侣》 正在热映当中 当面问及陆寒 撞连小龙女的趣闻时 也毫不犹豫的夸赞 陆寒长得漂亮 陆寒和小龙女撞连了 陆寒也挺漂亮的 我觉得他要演小龙女 也挺好的 我觉得陆寒长得 算是很漂亮的那种男生 我觉得 不至于像不像了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陆寒喜欢啊 喜欢他哪个地方 喜欢他哪个地方 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可爱 然后我也觉得他很可爱 我也觉得我喜欢他的头发 OK 不要说了 不要这样说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 据悉 梦想新搭档采取了7家X的全新赛制 所有善款都将用于帮助听障儿童 帮助孩子们安装人工耳窝 节目将于12月21号起 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 每周日晚8点05分播出 爱情娱乐北京报道 爱情娱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